楼梯间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容易让人忽略的空间 也是社区里头最容易堆积杂物的地方 不过在高雄的宝华社区 他们以公梯的油漆计划提案 获得了社区一家的赞助计划 全社区的人一起投入公梯间的油漆工作 也游出了社区的好感情 成青湖这个高雄执迷的风景区旁 有一个宝华社区 有一群人一群干湾做的人 从不计较回馈着居民 从粉砂油漆美化环境改造青少年 把社区从灰暗的角落改造成灿烂的宝石 年轻时的王瑞晨 曾经在大台北经营布料生意 16年前才回到高雄住进宝华社区 也从布料批发商改卖成衣 一星期只卖三个早上 像是在兼差 剩下大部分的时间 经营社区成了他的主业 一份不知心的义务服务 123卖15 然后下午回去就是说 去经营社区 然后晚上办活动 中午大部分都是跑工部门 再次因缘巧合下 王瑞晨发现社区大厦里的一座公梯 由住户们合力维护整洁 优雅地摆上些许装置异品 美化了最不起眼 也最容易沦为公用仓库的楼梯间 开门步入的瞬间 让人感到喜悦与温暖 当时王瑞晨的脑中 浮现了一幅最美的图画 如果社区的五十几只公梯 能够像这个公梯这么漂亮 那在社区的生活品质就提高了 心中才有了蓝图 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恰巧出现 过了几天看到了中国时报 有一篇幸运网屋每一年赞助 两千万五年一亿的计划 所以我就去跟幸运网屋提着 亲近保华社区总动员的 公梯的游戏计划 当年度有五百六十九个 社区提案申请 主导企划的王瑞晨 很开心保华社区能够脱引而出 获得赞助 立刻号召居民 开始游刷公梯 我们都是利用假日的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休息的时间 一大早甚至于七八点 就一大早去游了 我记得那时候包括我老婆 我小孩都有去参加 对那整个去游了 你知道吗 那整个游下来的话 比方说一整天 一个小时 整个手臂都很酸 然后整个电梯里面都是 也没有通风 那这样子 游下来一看的话 从整个成就感都有了 像我都铺帮忙 还有对面那个都铺抱纸 四楼小朋友也会出来 帮忙游这样啊 所以你看才会这样 打上白镜底庄的墙面 也成了住户们发表 作品最好的展场 小朋友的涂鸦劳作 住户的艺术收藏品 大方的挂在墙上 欢迎回家的主人 与造访的客人 刷游戏的活动 发挥了神奇魔力 改造社区的种子 从此在饱滑萌芽 还以飞快的速度成长 四千多人的小社区里 平凡的角落巷弄间 实在丰富 缤纷盛开的花朵 争起豆艳 红绿详见 自然彩绘的美感 散发着独特的活力 这位曾在美国念书 居住一段时间的 中山大学机械系教授 林武文 也是宝华社区的居民 由于看见在外国社区 居民互动非常频繁热络 也造成社区良心的发展 而提升了居住的品质 所以也乐于加入社工行列 担任理事一职 期盼提供一己之力 共同改造住户居住环境 我想一个社区 大家慢慢看到整个社区 越来越美化 越来越活泼 应该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一些种子 总是要有人先开始去开拓 对不对 当这个pioner 尤其很难想象 眼前这个绿域盎然的开放空间 三年前是一处堆满垃圾 蚊虫满天飞的荒废空地 移走垃圾换上摇梢拓水砖 清除残枝杂草 直栽换上心率生机 就变成住户聊天欢乐聚会的场所 我们平常有在这边办一些活动 包括一些季节性 就是说中秋节 或者是母亲节 父亲节之类的 我们做的时候 办一个音乐欣赏会 然后平常居民晚上 也可以来这边散散步 聊聊天 这我家人社区的理事长 王瑞成 来跟他们做到这样 甚至现在还没有免贪 你看看 你们一进来的话 这里会很干净 更不可能像一个社区 像现在这一条路 再做起来 很美的 那个环境 向底杂乱的广告墙 由木板抢面取代 乡上社区小朋友 手工创作的陶板 成了另一幅 美丽而具创意的艺术空间 宝华社区的另一头 正在进行另一阶段的改造工程 要利用蓝色LED灯 装饰广场前的马路 变成一条蓝色夺脑盒 因为我们是要延伸这个入口 运向直接到澄清路 那就透过社区的营造提供居民一个 更多的一个休闲空间 也可以跟正经大家联络感情的地方 晚上要举办社区音乐同乐会 中午志工妈妈就开始准备材料 下锅快炒 要做出美味丰富的菜肴 在一旁当帮助的王雨彤 是住在另一个社区的住户 微凉的秋风伴随悠扬的排题乐曲 幸福的音符似乎在吟唱着饱华人 骄傲打造的美丽家园 一个拥有六星级内在美的社区